第一胎 鎚耳 例如有第一胎 鎚耳 是你計劃之內 還是醫療之外 計劃之內 第四年才決定生就來了 鎚耳是我們08年結婚 第一年生 第一年生 第三年有的 其實之前已經有的 不過是小產了 所以都是在計劃內的 我覺得如果在計劃內 對我們來說 責任心會好一點 只想要小朋友生出來 和你未準備好生出來 都是有些分別的 但你怎樣陪伴Ada 第一胎小產的經歷 她一定很不開心 或者你自己也要承受 很大的難過 她比較難過 因為是她的身體裏面 或者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別 我心痛的是她 她心痛的可能是寶寶 這個是男女不同的 譬如再有鎚耳 第二胎的時候 你們就很擔心 一定要很小心 或者很驚惶 誠惠惠惠惠惠 去生這個蔡兒出來 蔡兒 這個又要歸功歸著 真的不是很擔心 就算去到第三 都是第二 去到信義的時候 也有出院流血 是的 Ada說過 胎盤流血 是的 她也不擔心 因為如果是不好的 上帝會拿走的 我們不能控制 她第一胎 她天天躺在床上 或者是跟我去聖門河散步 看看聖經 那都可以沒有了 都沒有辦法我們控制到 在我們身體裏面都控制不到 那你可以怎樣 是的 那譬如 大女 跟著 信兒 小女 那名字是否有什麼意思 有的 有的 鎚兒我想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第一個沒有經驗 哈哈哈哈 錯呢 清楚 神的意思 是的 那 義就是因為 神的義女 張家的義女 哦 是的 那信兒就是 對神有信心 嗯 義也是一樣 OK 那這兩個名字 我覺得 信兒是誰改他還是我呢 哈哈 是要搶功了 所以就是我的 信兒 我們兩個都商量 大家都決定信 但是最初Ada跟我說 你其實本身是喜歡兒子多一點 是啊 如果 未生之前 我們都說笑 你想生過什麼 哇 生過兒子好 他跟我玩 後面我見到有些朋友 跟我女兒同年幾 我見到兒子很頑皮 我就覺得生女兒真的好 我見到兒子到處跑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們兩個兒子 到處跑 到處跳 然後哭了很大聲 然後女兒就叫我身邊 抱著我 然後走開 又回來抱著我 我覺得 嗯 都是女兒好一點 哈哈哈哈 那第二胎呢 到信兒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幻想過 其實想有的兒子 都會的 你一有了 你只不然就會 想像是男還是女 嗯 即是好像你一提名了 你就會想像 你拿我還是不拿 那這件事是自不然的 但是不能自己控制 亦都是放心 嗯 嗯 但是到最後都是第二個 都是女的時候 你都沒有什麼所謂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我跟我的家庭 他跟他的那邊的家庭 都是對這件事沒有所謂 嗯 所以是很感恩 大家都不會有這方面的壓力 嗯 但是會不會做了爸爸 對於張俊來說 他責任又重了很多 一定會 就是除了 對 以前是一對一 那現在 一對三 那個 責任心是一定會的 因為我自己的家庭 我自己 小時候我覺得父母是很重要的 嗯 我好 很開心 我父母在這方面都做得挺好 令我覺得有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 我跟他要給孩子多一點安全感